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你有机会得到一名前五球员时,这种机会客不常有,我认为你必须要抓住这样的机会,我认为我们已经给过了这支球队机会,我们努力尽我们所能打造球队,但目前,我们必须抵达这一阶段了,这个机会出现在我们面前,我们必须抓住它,它并未向我表达出什么区法在多伦多打球的兴趣。 欧杰里说道,我认为,我们这儿有挺多卖点的,我们的球队,我们的文化,我们的城市,我们的管理层,我们这里什么都有。 除了总冠军,我不认为我们这座城市缺少什么,我们有杰出的球迷,有一流的球队,有忠诚的追随者,有一个伟大的国家。 这个地方连接着全世界,这是我们以此为傲的地方,我们会继续以此为卖点,希望这是具有吸引力的,不仅仅是对它而言,更是对更多的NBA球员而言。 当被问及伦纳德未来的续约问题,欧杰里说道,那是我的工作,那就是我坐在这一位纸上的原因,和他的经纪人和他的舅舅谈判,一切都进展得很好,我期待和他们面对面交谈。 那是我们的责任,就是搞定,问题,尽可能让他们感到舒适,听听他对于球队的要求,对于未来的要求,然后以此为基点出发,我为此承担起责任,我很自信,我认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比赛计划,我们拭目以待,我会告诉你这是否是一个挑战,我是一个很开放的人,我会致命这一挑战。 欧杰里说道,伦纳德的加盟确实提高了我们的上限,因为我们正在涉足我们从未踏上过的领域,欧杰里说道,我们现在必须要跨越一个障碍,首先最重要的是和他面对面谈话,和他交流,看看这段关系可以走到什么地步,无论是暂时的,还是未来再说的,拥有他那种水准的球员将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机会,显而易见。 我很好奇想知道这一机会是什么。